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期GTA的视频 什么内容 是这样 以前我倒是做过几期 如何咱们对GTA编码操作GTA的课程 对不对 是这样 如果说我要是继续教您 如何用GTA在里面开枪 是吧 感觉有点在做游戏外挂的嫌疑 是这样 我今天晃思路 就说咱们不做开枪射击 因为最近美国其实枪击案也特别多 好像游戏特别是阿兴公司GTA 被提到了风口浪尖 所以说那个课程我暂时不做了 做什么 是这样 我想用GTA这个游戏 咱们去做一下自驾驶 汽车自动驾驶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吗 对不对 现在自驾驶又这么热吗 对不对 咱们就试一试 好吧 是这样 大家请看我的画面 我的画面的左上方 这个是GTA的游戏画面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的右方的中间部分 这个是地图 是这样 我这么想的 就是说我做AI自驾驶 我怎么做呢 我的思路是 我进汽车 对吧 然后我设上一个卡纳比 卡纳比会给咱指定一条路线 然后咱们就分析地图卡纳比 给咱们指定的路线 咱们去输出咱们对于汽车驾驶的指令 今天我这一期干什么 我就准备咱们去实际开下车 咱们指定一个地点 咱们要去哪 然后咱们就开这车 然后咱们我会把右边地图卡纳比 所有的内容把它抓下来 存成一个图像文件 然后我再会做我的人工智能 用存存flow去分析 我存成的这一堆图片 然后咱们导出 咱们应该输出的正确的驾驶的指令 好不好 其实驾驶指令很简单 就是前后左右 对吧 好咱们先少续 马上咱们试试 怎么做 我现在控制老崔 咱们先下车 这车上的也是不太对 好咱们进车 大家请看 这卡纳比就是普通卡纳比 进单车 大家请看 它的方向已经有点变换了 对吧 然后咱们设一下 咱们要去哪 我看咱们去哪 咱们去哪都行 咱们去 咱们没去过地方 上面没去过地点比较多 我看还有缆车 咱们就 比如说咱们就去这 可以吧 这个位置比如说 OK 大家请看 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卡纳比 给咱们制定了导航路线 对不对 然后咱们看我的退出 咱们看一下我屏幕的右边 右边也出现了卡纳比的一个导航路线 我现在就记载卡纳比的这个路线 然后咱们就把它存成一套图片文件 然后我去分析这些个卡纳比的文件 然后咱们导出咱们实际的驾驶指令 好咱们先少许 马上开始 我现在马上录屏 咱们试试 OK 现在正在录屏 保持开车 做个转换 现在我正在录屏 然后 它会根据我卡纳比的导向 稍等我这躲这车 它会告诉我该怎么走 好咱们正常开车 然后我后台正在记录 我现在所有的指令的输入 因为现在是这样 现在是我开车 然后我会告诉我的AI训练模型 当出现卡纳比的指向的时候 你该按下哪个指令 因为我现在做的是有标签训练 就是说有教师指导的训练 一般咱们这个智能分两种 一个是有教师 一个是无教师 我现在主要做的是有教师 无教师的东西 我不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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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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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记下来了 怎么怎么 他对我还红了 不管了 咱们开车 然后咱们 地图所有的位置 我都记下来 同时 这张地图 显示这张地图的时候 我按下哪些个键 我同时也会记录下来 然后我再会做一个分析模型 进行分析 这个用到的是机器学习里面的分类的算法 一般咱们机器学习分两种 一个是机器 一个是分类算法 一个是回归算法 像这个就是根据图片进行分类 然后输出指令 这用是分类算法 大家请看 我开的不错吧 我开的不错 这肯定是我开的 然后是这样 当咱们今后用AI做的时候 这个汽车该怎么躲 我是这样 我这么想的 我把它分成两个县程 一个县程是按照这 看那比输出指令 另外一个 稍等 有人跟我说话 不理他 那个应该是个分支剧情 咱先不管了 让我去救他一下 这个暂时不救 为什么 因为我正在 正在考驾照 是吧 老崔正在训练开车 现在一切正常 这是要捡个塑 躲开他们 因为我在训练 我的AI 所以这地方不能够 出太多的事故 否则的话 他会不知道 我该怎么走了 是这样 这个数据大概训练多少呢 保守估计 至少我的数据 应该存储 十万件以上 怎么这么多红点 刚才 大家请看 难道我遇到了 什么事件吗 全是红的 但咱不管 我现在正在 考驾照呢 所以不管它 好的 希望AI不要跟我学坏 也不要闯红灯 目前没有问题 前面有一个卖枪的地方 看到最近美国这个枪机 真的是太多了 上周好像发生了三起 不好意思 我闯红灯了 AI不要学我这个 好 现在咱们准备进山 好 到位置的话呢 我就停下来 然后让我的AI知道 当出现这个标记的时候 我就停下 停车 OK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接下来 小岛 我把车调个位置 No No I'm sorry I'm sorry 好 然后咱们 因为我现在 这些是训练AI 所以说 我再设一个其他地方 咱们再开一开 比如说 咱们找到迈克的家 迈克的家 大概在什么位置 这吧 咱们先开到这个地方 再说 这应该是迈克的家 不管 咱们先开到这 好吧 咱们再设一个 看拿比 然后咱们继续开 Go 其实在做这个自驾的时候 就是咱们 让这个汽车的 这个自动运转的 这个AI模型 考虑到各种各样的 情况 然后呢 让它做出判断 那么就需要什么 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收集 这要小心一些 OK 目前顺利 我现在主要是 做一批这个训练数据 但是这个训练数据 咱们没有GPU的话 是没法训练的 不好不好 弄弄弄 不好弄弄 这车子怎么这么难开 I'm sorry 而且这个背景音乐 就是这个美国 实际真的电台 I'm sorry 他那车怎么停在那不动 I'm sorry I'm sorry 站在中间的什么 有人抢他的车了 这我去给他报仇 我天哪 I'm sorry AI不要学坏 不要跟我学撞人 这是不对的 以后我专门会做一个模型 他抢救这个车应该是 我没记错的话 没有问题 目前一些正常 大家请看 我进地道的话 看它比是没有信息的 对吧 没办法 穿受就出来了 这个也符合实际情况 我如果撞人被存下来之后 那么以后 我的AI是不是也会看到人 就继续撞呢 有可能 我数据至少要存到十万件 所以说 收集数据是个很大的工程 目前一些正常 背景音乐非常好听 然后我还有平衡数据 不能说是光是这个向前数据 像我这么开的话 大部分都是向前的数据 对不对 这还不行的 边上有一个卖枪的地方 这地方我看到了 我弄弄弄弄弄弄弄 诶 谁骂我呢 我去撞他一下 就他骂的吧 刚才 算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先要去找麦克的话 麦克会不会不在家 因为是这样 我现在训练模型编码我都编完了 我就简单的训练了一下 我的本地仅仅存储了 上次做的测试 存储大概160张图片 结果训练了 就训练这个一个世纪 一个回合 花了我将近十来分钟 所以说 这都果然是进了城市了 怎么这么多车 他让我说上去 对吧 不要惹祸 这这条路好像当时那个拉马开过是吧 不要惹祸 对这就是拉马开过 我知道了 当时他跟那个弗兰克林偷车吗 对吧 这个公园也见过 这要停一下 我看这要怎么走 I'm sorry 不是从这 从前面 这我有红灯 我等一会儿吧 咱们还应该是遵纪手法 收点规则 否则你以后你训练出来AI 他也跟你不守规则 这就不行了 OK 出发 这都会被记录下来 当红灯的时候 我是没有任何的按键 当绿灯的时候 一会儿我就有按键 这是非常的符合自驾驶的规范 I'm sorry 你车位置停的不是特别好 路边禁止停车 不是不知道 这个还怎么走 对吧 必须让我的AI走对了才行 坏了 我闯红灯了 再往前走 就是这个弗兰克林的车行了 又有这个分线剧情 现在先不管了 I'm sorry 我把他那个后射玻璃给撞坏了 OK 好 大家请看 我大概就是这么训练方法 就是说 我到了 我在某地 然后我指定一个目的地 然后让这个卡纳比出现在地图上 然后我就去训练我的AI 好吧 这大概是我今后一个思路 以后我就通过这个方式 准备去训练一个我的自驾驶的AI 然后我会尽量每周 会做一下进度报告 如果有兴趣 对机体学习 或者说对自动驾驶 感兴趣的朋友 请关注一下我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